各位媒體朋友,今天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媒體播你們寶貴的時間來參加我們今天為了蕭侯泰蘭教授我們所舉辦的經典音樂會 非常感謝各位的光臨 今天主辦,我們有兩個主辦單位,一個是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 我們稱呼叫做TBC,那是在洛杉磯這邊有二十幾個聯合的一個教會組織 那麼另外一個是美國台灣文化學會 那今天我們的主席就是聯合會的主席,戈牧師 在我們的現場,戈牧師還有總幹事黃德立牧師,是我們的總幹事 那那個文化學會我本人是現任的會長還有我也是創會的這個創始人 另外我們的前會長,前會長 今天美鳳董事長,大家媒體對她都非常非常的認識 另外文化學會還有一位就是蔡淑梨小姐 她也是前會長 那麼幾次我們文化學會在辦這個台美音樂學會 整個的策劃,音樂方面的策劃大概都是她在負責 那麼另外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蕭淡教授經理音樂會呢 我們有指揮有兩位,三位今天有到了兩位 一位是我們長老教會的聯合師班的指揮 那個黑長老,胡長老,胡宏葉長老指揮 另一位是... Sam Sam 我想大家對她很熟悉啦 很多的場所我們都會看到她 所以今天大概是這個樣子 另外其他我們還有文化學會的朋友 還有教會的朋友都在現場 大概就這樣子來向各位先來一個介紹 那首先是不是我們請我們的主席 來報告這一次我們開這個音樂會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還有一個意義在哪裡 這一次我們辦這個音樂會最主要的意義 因為台灣的宣教明年就是一百五十周年 台灣人得到這個福音的益處是第一百五十周年 我們為了感恩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開始有一連串的這個活動 那這個是一個序幕 這是最開始第一個 那這個洪長老他開始來跟我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哇這個一下就亮起來了 這個光一下亮起來了 我想說啊這個就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薦這一件的事情 那非常的順利就是一步一步都成就 所以我們今天還有一個牧師那個 許明遠牧師 許明遠牧師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會 他剛剛離開他要去開另外一個會 所以他沒有在我們當中 他就承擔這一切所有的事情 他是TBC的聖越主承擔這些事情 那我們得到指揮的這個配合 那我們把這一件事情就弄起來了 我們還要感謝Marily就開始把這個譜也收集好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水到成取 水到成取 那我們很感謝 我們今天能夠把這件事情 在大家的面前來present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這個日子馬上到了 這個日期就是10月25號跟11月1號 我們有兩場的演唱會 那我們希望我們所有台灣的同鄉 所有愛台灣的人 我們都能夠一起來參加這個蕭泰然教授 他所為台灣的一切的貢獻 他所做得取 能夠代表他對神的一種信仰的心 跟他對台灣的愛 那這個是很難能可貴的 很難能可貴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一個這麼好的tradition 傳統也能夠承傳給我們 不只我們這一代的人 下一代的人 也能夠了解 能夠明白這個神的愛 跟土地 地土的愛 所以很高興你們能夠來 能夠把我們來傳遞這個意象 我們這些東西也有電子檔 也有電子檔 所以你如果能夠填一下你的電子檔 你的email的話 我可以email給你 你們在發新聞稿的時候 可能就省點力氣 我們準備好了 所以你就趕快你的email給我們 我們就能夠把這些東西 能夠都一起給你們 那其他還有很多的報告 我想大家在這個地方他們都有準備 所以不要管我 我佔時間 如果大家能夠分享 每一個人講一點 每一個人講一點點 好 謝謝我們的主席 這麼有一個詳細的報告 另外我們順便請總幹事 你怎麼說 總幹事 總幹事 我只要幹事就好 他只要做事 他做很多事 所以他很客氣說 就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向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旁邊有這些 就是有一關 蕭教授 最近 一直以來 他所寫作的 這些 很有意義的這些音樂的這個扶曲 都在旁邊 那等一下 我們還要謝謝各位 我們主辦單位 有準備簡單的便當 給大家一點點 稍微一點點 稍微一點點 這樣做肉 這樣 這個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下來我們就是來請 我們的支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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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華隊 我們聯合聖歌隊的指揮 胡丁露 現在來給大家做一個 做一個介紹 我們都知道 這個蕭教授 他本身就是個基督徒 所以他在創作音樂裡面 有很多很感人的音樂 TPC的聖歌隊聯合聖歌隊這一次 特別精選了幾個大家特別感動 很經典的新的聖歌 透過所有各個教會 南加州各個台灣人教會的師班 我們沒有特別去選 就是師班聯合師班 來唱出我們本身的基督徒 本身對這個音樂的詮釋 所以呢 大家很認真的努力 希望真正能夠把 教授他本身的音樂 所要表達的 很清楚的呈現 很感人的呈現在各位面前 這是 有關於TPC Jone Cry的部分 這個是TPC 另外我們還有社團 那個雅音跟那個華生的合唱團 我們的指揮 先讓Sane是不是做一個介紹 華生合唱團是從爾灣來的一個 華人的基本 是基本主義都是華人 那Arcadia的雅音合唱團 也是類似的性質 那裡面有不少從各地來的華人 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合唱團 那兩個合唱團都已經有超過25年的歷史 所以是對整個華人社區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貢獻的合唱團 那這次我們也很高興能夠說來參加這個蕭老師的這個音樂會 因為在許多團員裡面都是從台灣來的 所以都知道說蕭老師是台灣一個非常偉大的音樂家 所以當我們在接受這樣的邀請的時候 我們非常的高興我們就能夠接下這個工作 那至於我們唱的歌呢 我們也選擇比較有不一樣特色的蕭老師的作品 所以像我們第一首歌我們會唱上美的花叫熊歲灰 那這個呢是一個東方百作詞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活潑又非常有趣的一個歌曲 那再來我們會唱一條叫做阿布瑋陶門 是描述媽媽的頭髮從年輕到老 它有多少不同的變化 也代表著一位女性堅強的台灣女性 它能夠做出對家庭的貢獻乃次於整個國家 那第三首歌呢我們選擇是更南宋子 這個是一個台灣古詩 所以用台語來唸出一般人很少見到的這個台語古詩 所以這樣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歌曲 那最後一首我們唱叫We will sing the new song 那這是蕭老師特別寫的一首英文歌 是紀念美國911這個很不幸的這個日子 但是為了這樣子我們也特別代表我們在美國紀念它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歌曲來代表 所以就代表我們這兩個合唱團 非常高興的能夠來參加這個音樂會 謝謝 謝謝我們的社團合唱團也來參加 那另外我們這次整個音樂會的整個籌畫 還有這些起目還有要演員的這一部分 我們就請蔡署禮 雖然我們沒有音樂總監 但應該她是上一次音樂總監 她來幫我們介紹這一方面的這些演出者 非常感謝今天我們在現場的所有的媒體先生小姐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撥時間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先介紹我自己我叫蔡署禮 以往我就是在美國文化協會成任會長 然後剛剛所有台美音樂事業的策劃多年 然後這當中我也認識很多在海外的一些青年朋友 在音樂上的造語的一些很出名很傑出的音樂家 那我們這次的音樂會 我們有特別邀請到有幾位非常專業的演員 第一個我要介紹就是顧培林顧老師 她目前是在內法達州 Las Vegas目前是那個博社獲選人 她會來獨唱擔當阿尼高雲獨唱 還有我個人我也會唱幾條歌 那這些曲目都是顯自於了 蕭老師包括那些很出名的奏詞家 奏詞家 那個詩就是非常出名的 像利彬勇 李明勇 她的那個聽到希望 愛與希望 還有永遠的互相 還有性妄愛當然是從蕭老師 在我們的宗教業曲部分裡頭出來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演出有教會的團體 所以這也是我們長老教會基督教 特別標榜的性妄愛 是我們的信仰的表征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會一一來演出 還有就是我們這次也請到 那個Violin Solo 就是小提琴獨作是李百世 跟她的夫人鄭敬敏 他們兩個就是非常結束 也是蕭老師特別推薦的演員 鄭敬敏目前是在U.C. St. Marcus裡頭 我擔當鋼琴的教授 李百世他是U.C. Erwan的Master Degree畢業 那鄭敬敏他是 他也是Dr. Degree from Miami 還有就是我們這次 我們有其他的演出團體和唱團 來一起來演出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因為我們不僅是教會 我們不是在我們教會裡頭來演出 我們也希望跟社團一起來結合 共同共相信蕭老師的結束的音樂 我特別還要再講到 我們這次也有一些 像Piano Quintet 就是小肉掌、萬春鴻 我想蕭老師不只是在聖夜 或者說他的神技 或者甚至是台灣藝術歌曲 再多方面台灣本土音樂這方面的貢獻 他還編寫了很多曲子 就是想過去台灣民謠的改編 所以在那個協作期 當然我們這次是沒有OK刷 但是我們都是用弦樂的獨咒 弦樂的ensemble出來 所以裡頭我們為了 希望我們這個音樂能承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邀請我們 在我們教會裡頭當地有很多青年協志 他們有很好的 他們有一個dream 他們有想到說這些音樂在以後 他們可能會再繼續在演出 或者說在他們的不久將來 他們有一個夢想 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承傳的東西 所以他們有一個組的要來演出 像這個Piano Quintet 有不同的業氣在這裡頭 就是有Viola 有Cello 還有就是有鋼琴 還有一個Clanet 就是這些東西有一個五重奏 鋼琴五重奏 所以我們希望這兩場演出 我們也很在這裡特別邀請我們鄉親朋友 能來參加 而且是敏慧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鎖票 我們是希望邀請更多的人 希望來寧想這次的音樂想念 謝謝大家 謝謝蔡小姐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這樣子大家對於整個的音樂會的內容 大概有一個開闊的認識 再來我們是 沒有問前董事長 沒講完 我今天是代表美國台灣文化協會來的 因為美國台灣文化協會從1994年 創立到現在是由侯茂澤先生 創立這個美國文化協會 所以今年已經慢入第二十年了 近二十年了 我們開會 侯茂澤先生創會長說 想跟長老教會 做一個蕭泰蘭教授的音樂系列 所以大家都群術通過 就很支持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聯合跟那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推動這個活動 讓更多人來參與 對我們這個台灣的國寶級的音樂支付 來做一個致敬 因為他現在還黏悶 他很多的作曲需要 可以大家再來聆聽來欣賞 而且我們美國台灣文化協會 一向一直都是在做台灣的文化工作 所以這個台灣的鄉土文化 對我們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今年我們也很感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來跟我們 我們可以跟阿德做 來推動這個文化的 台灣的鄉土文化 我看他這個須目都是在 對台灣的 懷念台灣的一些的情懷 所以希望記者能夠多多跟鄉親抱的 這一次的音樂會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而且還是很有意義的 謝謝 謝謝 對 那個王董事長 跟我們這樣的介紹 我想跟大家更深入了解說 教會跟台灣文化協會有這麼深的音樂 那共同要來呈現 或者說向大師致敬的這個音樂會 這個意義是非常的深遠 那希望我們通過這一次的音樂會呢 能夠讓所有海外的這些台灣人 無論是基督徒或者說是同鄉 大家都有能夠共同 能夠來有一種享受 享受我們那個大師所給我們的這些 非常美妙的音樂 非常有意義的音樂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最主要的地方 那剛剛蕭教授 我們也跟他聯絡 他說他在路中 他說他在路中 塞車或者說 因為他現在身體不是說很好 在我禮拜六 我也特別跟Sally 我們的夫婦兩個 特別到他家再去跟他報告 然後update 我們這一次準備的這個過程 以及所有的這些flyer 跟這些ticket 都給他 他非常非常的高興 所以同時我也跟他講說 我們禮拜二有一個 有一個記者招待會 他一聽到 聽到就是很高興 說阿花一定要來去 所以應該也來 應該他女兒會帶他來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那個兩場的音樂會呢 他一定要到 然後呢 他也希望能夠跟我們所有參加的這些同鄉 這些朋友能夠見面 所以他會 如果他身體 允許的話 他會上台 跟大家說好 我想這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 期待啦 期待 讓他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到時候呢 能夠跟我們 大家見面 我想這個對我們台灣人 是很寶貴 也很有意義 因為他所勞下來 建水的音樂 所勞下來 建設美廟的歌曲 讓我們對高雄台灣 對我們台灣人的快樂 我想這個是我們有目共睹的啦 所以今天我想再一次的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然後也要感謝這個台灣會館 台灣會館 今天我們看到台灣會館的支援 除了我們的文化協會 文化協會的前會長以外 他也是當前 我們台灣會館的黨署長 黨署長 還有另外一位 他也當署長在我們的 賴董事長 賴董事長 所以讓鄺議員 台灣會館 這麼支援我們 所以 非常感謝 也感謝妹 妹 為了我們這些 今天的 這個記者招待會 給我們準備了很多 然後提供這個場所讓我們來使用 再次的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這次的音樂會呢 能夠對大家都非常有幫助 那麼再次謝謝各位媒體先生 媒體小姐 你們的報導 希望你們的報導 能夠喚起更多人 對這個音樂會的一個 應該是到了 應該是到了